來 來 來看 猜一下 妳今天要給我看的 節慶一定要有它 節慶 對 然後晚上回家妳都不用擔心 還是妳半夜起來上廁所 都不用擔心 晚上可以用 對 晚上可以用 上廁所 節慶 燈籠嗎 應該是燈光吧 好的 它就是一個 非常酷的 什麼叫什麼 什麼的 這是什麼啊 它不是大餅喔 它很像洗衣冰的蓋子 它是一個 而且名牌的耶 對 它是一個電子燈籠 燈籠 燈籠 什麼啊 老師開對了 對 才是電子 很漂亮耶 然後它 其實 這個時間末日可以用耶 對 多用電子 時間末日一卡克來就亮了 就亮了 其實真的是有亮度耶 但是我好奇 就是這個品牌這麼時尚 為什麼要做燈籠啊 對啊 而且你知道它多少錢嗎 這要請 這個不是就是那個 過年VIP的禮物嗎 對啊 所以我花了二十萬 好 這個燈籠要花二十萬 因為它送你一個燈籠 因為它就是贈品啦 它只做的 對啦 會是拿來賣啦 所以你是說 你要消費達二十萬 它就送你這一顆 很像洗衣冰的蓋子的燈籠 所以算它是精品牌 我跟妳說 而且一開始我看到它 我是看到隔壁的人在說 那是什麼 我覺得它超酷 我還偷偷的問我的那個 銷售 為什麼它有啊 為什麼它有那一個 對啊 為什麼它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麼厲害 對啊 酷耶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就是 你可能就是要買一些像 衣服啦 切子 對 一些配件類的 對 我說好 然後於是呢 我就逛了一下 想一下就配了 就配了你現在整組嗎 外套我沒有穿來 就是什麼 就配了這一支 超鞋跟桿子 就是這個 皮帶 那你要提就叫燈籠啦 對 你要提著啊 對 重點是你剛剛從一來中 他們就說 你真的好不適合你喔 很可怕喔 等一下 真的有多多痛耶 提著你的燈籠去逛街去 而且重點是 你說半夜提這個去泡那一咖 我這不會滿怕 好可怕喔 許媽媽 你看啦 好可怕喔 許兄弟穿燈籠褲在提燈籠啦 好超喔 好超喔 所以這個燈籠那種價值 其實很高耶 我覺得這個褲子很會耶 真的有這個褲子很會耶 這間要十萬耶 憑什麼剛剛追我瞎喔 我真的要看好不好 這一間多少 十萬 十萬 對 這樣什麼 你一定要買那個包包 我跟妳說 我的包包是不是合理多耶 我跟妳說非常合理 十萬 好了 我們要來舉牌囉 香耶 到底值得買還是蝦買呢 好嘞 好嘞 一 二 三 請舉牌 蝦 好適合的 真的喔 七蝦 七蝦 六蝦 六蝦 四蝦是煮 可是 蝦不蝦 你自己講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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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講蝦 我其實不太想承認 好 窮月目前最蝦 下一位 謝謝老師 來一點不一樣 超久跟妳講的人 轉換一下心情 對 而且妳在窮月後面 不會有人家比較難受 對 所以我覺得我很安心 妳已經安心了 妳也苦當了 對 因為其實我個人就是本來就會收集一些 有的沒有的 然後都是我自己追的 其實都是有品牌的 對 這個草牌就這一隻有沒有 它第一次跟刮鬍刀聯名 所以我就看到了 然後它只有在某一個特別的 不是特別 它只有在某一個限定的 購物網站上面有賣 它也沒有在實體通路賣 對 它很少它只有四百組 怎麼樣 好美的包裝 包裝很美 就男生迷彩 就男生 刮毛 鬍子 你們女生也可以刮 好 那你想如果我的浴室 放了這麼一組刮鬍刀 是不是很時尚有品味的 它搭配它的那個浴缸 對 不一樣 這個是有槽牌 好啊 所以刮起來毛會比較順是不是 就很美 你看 可是你刮鬍子 你現在握起來 你刮鬍 拿起來 你看看不見了 對 不是 是沒有 你刮完 你還是要放在那邊 對 對 它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它做得滿有質感的 它是瓷溪式的 對 對 吸上去這樣子 老師不要再做垂死掙扎 這樣子 對 我跟妳講 妳真的要相信我 對 我們來猜一下 Sam老師 很氣 這一個也是很棒 你平常推薦的東西 真的我都是加一加一的 今天這個很棒 我跟妳講 越摸越開心 大家都會開心的一件事 第二個提示就是 你 要再把它堆起來 推倒再把它堆起來 疊疊樂 不倒喔 疊疊樂 最後一個提示 應該很簡單了吧 逢年過節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大家聚會的 把麻將 是不是 對 對 沒有錯 我也開心 聯名的麻將 你看 妳什麼都要聯名 對 光是它這一塊麻將布 就是有彈性的 你看多美 你看 它是有彈性的 對 它就很好滑 沒有 它是真的滿可愛的 對 它是連麻將一起附給妳的 對 這個有沒有很可愛 有對不對 就 老師會自己打 老師會自己打 有 有 等一下 妳看妳來到我家 然後說我們來打麻將 妳就把這一盒提出來 妳尊心 妳會拿出來給我 真的 我會這樣 媽媽妳看不懂 因為這個妳會放槍 真的 妳會看不清楚什麼 而且會炸糊 一桶 這是一桶 一桶嗎 那一鳥呢 一鳥在這裡 莎莉 莎莉就是一鳥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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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桶跟一鳥粉 我真的會把一鳥跟白搞錯 對 對 然後你看它連它的牌子 老師妳這個真的會拿出來打嗎 我是沒有拿出來打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可是它最可愛的是骰子 骰子什麼 對 骰子上面 它一點是那個 是哪一隻熊 哪一隻熊 很大 熊大 熊大 對 多少錢 多少錢 妳說這個 這個當初預購 因為它是有預購 三千多 真的買不下去 好啦 我勉強了 舉了一個買 好難喔 對 媽媽很喜歡 很煩 很煩 黃妹妳平常家裡 就有牌局的人啊 妳說這不是有時候 妳買得下去 我跟妳講完嗎 因為我可以懂 因為老師 他對收藏品的那一種 要求跟執著 對 所以他其實他也不在乎 我們挺不挺他 對 因為他就是要去買到 對 所以我覺得世界上跟品牌 都很需要像他這樣子的人的精神 真的 因為品牌就喜歡這種 很有忠誠度的人 對 他喜歡他就是收集嘛 沒有 老師的Keyword就是 你只要說 聯名 限量 潮牌 第一次 這一排是全買的 真的 真的 我好安排 我這樣做 我跟妳講 對 而且講真的 在燈籠之後 妳說什麼都很合 真的 還有那個 摺疊浴缸 沒錯 好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夾網 不是就穿燈籠裤了嗎 快點 好厲害 好厲害 來 來 拿個恭喜 先拿 一號的推薦 一號的推薦 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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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買東西有時候 大家真的都很會買對不對 然後買東西也真的是一種療癒 心靈上跟精神上的療癒 但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真的可以看看醫師 稍微冷靜一下 我真的覺得妳旁邊要幾個 妳旁邊一定要交幾個 就是會講真話的朋友 對 對 一定要多交 慎選好朋友好嗎 沒錯 所以今天俗語這一整集 是給大家引以為戒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琼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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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分 隨便 跟進去